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WPML 如何解绑注册 如何解除注册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在线安装可选插件 我们先来到插件目录 然后找到 WooCommerce 的主插件 第三个有一个是已注册 因为注册在上节课安装的时候已经介绍了 现在是解绑 解绑就是这个按钮 取消注册 然后这是检查更新 取消注册点击一下这里 这个网站会变成一个未注册的 WPML 怎么注册呢 还是来到插件 这有个提示让注册 WPML 最后这个有三个按钮 最后那个也是让注册 然后直接点击蓝色的按钮 复制密钥 这个密钥需要在线验证 时间长一些 然后接下来就是安装插件 CMS 是必选插件 字符串 翻译管理 还有媒体翻译 还有 WooCommerce 这些都是可选安装 那么我们到底该安装哪些呢 我们这次主要是用 WooCommerce 先安装这四个 上面可以选更新的通道 是产品还是 Beta Beta指的是测试 我们选默认的产品 Production 然后点击下面的下载 它会自动在线下载这四个插件 安装到这个网站上 最新版本是2019年9月9号的 像字符串翻译和翻译管理 在之前都介绍过了 这次主要用到的是 WooCommerce 看看如何翻译 WooCommerce的产品和分类 现在插件安装完毕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继续 请不吝点赞订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